患病时小姑娘只有16岁,初中刚刚毕业,正值暑假,等待新学期的高中生活。 在一次吃饭的时候,家长无意中发现孩子脖子两侧不对称,摸了一下发现一侧颈部多个大小不等的种物。 不疼不痒,哎呀,也没有疼痛,因为没有其他不是,家人也就没有太在意。 刚好小姑娘近期有过感冒咽痛的病史,以为就是感冒后的淋巴结炎症。 但是,孩子颈部的种物却一天天的增大,摸上去硬硬的,于是到当地诊所输液,诊所医生用了头包类抗生素,估计也联合应用了激素类药物。 三千后小姑娘颈部的种大淋巴结有了较明显缩小,因为没有其他不是,然后就改为了口服药物。 可是不到一个月,淋巴结就又长大了起来,而且增长迅速。 妈妈有点紧张,带着孩子到了当地一所在家。 医生详细查题后,认为不是单纯淋巴结发炎这么简单,建议切取淋巴结或解。 一般煎熬等待后,最后的病例结果诊断,非或其精淋巴瘤B细胞来源。 先大概了解一下淋巴瘤。 恶性淋巴瘤是发生于淋巴造血系统恶性肿瘤的统称,可分为或其精淋巴瘤和非或其精淋巴瘤两大类。 后者又可分为很多不同的亚型,小姑娘所化的就是非或其精淋巴瘤里的一种。 恶性淋巴瘤早期是比较容易误诊的疾病之一。 初始大多于前表部位的淋巴结种到为首发症状,包括颈部、锁骨上窝、腌下、腹骨沟等处,可以触及多个大小部等的种大淋巴结。 一般表面光滑,质润泡满,可以是孤立反战,也可以融合成团,后期可以与皮肤粘连在一起。 如果不能得到及时,甚至可以出现破坏。 由于早期可以没有不是症状,所以很多时候不会引起足够重视。 而且,淋巴瘤对抗生素、肌肤等药物敏感,不少患者在常规抗感染后,同样能使流体缩小,甚至消退。 这也是早期容易引起误诊的主要原因,也有部分患者会出现全身症状,比如发热、倒汗、体重减轻、皮肤扫痒、发力等。 化验检查会出现贫血、白细胞、血小百分多、血尘增快、鼠刷脱筋、门身高等,或出现神经系统的症状。 但最后的诊断依赖病例活解,淋巴瘤的发病原因不是很明确,一般认为与以下因素有关。 1. 感染,包括细菌感染和病毒感染,比如优门罗胆菌与未宁膜相关淋巴瘤、EB病毒与Bucket淋巴瘤、EB病毒与慢性炎症相关的弥漫大臂细胞淋巴瘤等。 2. 免疫缺陷,先天性免疫缺陷以及较炒时间,应用免疫以致计,的患者恶性淋巴瘤的几率大大增加。 3. 化学物理因素,长期接触小剂量的放射线,接触化学药物,除草剂、食免等人员,可以导致本病的发生。 4. 以及其他药物因素,长期应用某些药物,如本土因纳或是氧麻黄素等,认为也增加了诱发淋巴瘤的风险。 4. 处于花季的年龄,孩子被诊断恶性肿瘤,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。 在对这孩子的最后诊断后,妈妈显现晕了过去,幸好当时身边有其他亲属,扶她坐在了楼倒的一次上带坐了很久。 其实在出诊的时候,医生就已经提出了自己的判断,考虑淋巴瘤不除外,所以在等待病例结果的期间,妈妈其实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对这种病有了一定的了解,只是祈祷孩子最后是个良性结果,希望奇迹出现。 可最担心的结果,也是最害怕的是,最终还是没能躲过去,并还是要知道,面对现实,接下来就是化疗了。 小姑娘倒是个外相性格,聪明伶俐,官巧大方,非常惹人喜欢,加上还是个孩子,无论医生还是护士都关爱有加。 两个化疗周期过去后,小姑娘颈部的肿大淋巴结完全消失,无论是手摸上去还是采抄检查,已经完全见不到肿瘤的影子,只是小姑娘的头发全部掉光,孩子也显得更加瘦弱,妈妈给她买了假发套戴上,不注意导演看不出掉发的样子。 淋巴流的以化疗为主,B细胞来源,可迎合把相药力妥卸单抗,或根据情况采取自体造血盖细胞移植。 总之,首次的成功与否对淋巴流的预后,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,也就是说手轮如果能够达到完全缓解,部分病人能够达到治愈效果。 尤其是霍奇经淋巴流,经过积极,规范的,不少患者能达到治愈的目的,也使得霍奇经成为目前可以治愈的恶性肿瘤之一。 而非霍奇经淋巴流越后略差越千折,但总体的无病生存率,也超过了百分之五十。 放疗曾经也是淋巴流的重要手段,但近些年放疗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,尤其是儿童患者的放疗十分慎重。 主要是防止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,产生怨气病发症,经过漫长的,女孩的全部的化疗疗程终于结束,所有的复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,没有发现明确的肿瘤性病脏。 一家人都很高兴,买了一大树鲜花,两袋子水果,分别送到医生办公室和护理站。 在收拾东西即将离开病区的时候,妈妈拉着孩子的手和医护人员一一道别,也许是太多的心酸,妈妈的眼里饮满了泪水。 再次见到小姑娘已经是三年以后了,她进到医生办公室,和大家打招呼的时候,竟然没有一个人认出她来。 当年瘦弱的小姑娘,已经是二十岁的大姑娘了,个子长了很多,大红的绷衣,头发也染成了淡黄色,妥妥一个时髦女郎,完全没有了当初的青色。 重要的是后面还跟着一个拎包的年轻小伙,手里拎着一大袋子水果,在小姑娘的指引下放到了一半日的办公桌上,一线沉闷的办公室一下子热闹起来,尤其是当初给她精致的女医生。 两个人从一开始进门就说个没完,后来竟然拉着手,持着办事,说起了悄悄话,原来,小姑娘结束后就辍学了, 后来学了美发,在当地开了一个理发店,生意经营了还算不错,这个小伙就是自己住的对象,准备年后结婚了。 后来经这位精致女医生说,小姑娘这次来医师看望一下,当年给她治病的医护人员,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咨询生育的问题,她并没有和男友隐瞒以前的病史。 但是,面临谈婚论嫁的时候,曾经的化疗和她的疾病,是否会对生育造成影响,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,所以两人商量后决定来咨询一下。 再次听到她的消息是两年以后,一次闲聊时同时说起,小姑娘已经是一个小男孩的妈妈了,一家人据说过得非常不错,平静的日子一天天过去, 小姑娘的事业逐渐被人们淡忘,转眼又过去了三年,可就在某个夜班的时候,一个急诊客的120电话,打破了夜晚的平静。 谁也没想到,这次的急诊患者竟是这个小姑娘。 入院前的复查结果写是,小姑娘的腹腔内多发肿块,这次的突发的严重腹痛,就是因为肿瘤腹腔内压迫导致的肠梗塑,肿瘤腹发或耐药后应该采取解救。 以前曾经用过的化疗方案一般就不再推荐,但有巨大肿块的患者可以考虑局部放疗,或者在达到完全缓解后,考虑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等。 但不管怎样,肿瘤一旦复发,后世治愈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。 小姑娘此次复发,其实病情已经非常晚了,本以为五年的病情稳定疾病已经痊愈了。 所以,后来也就没有按计划复查,此次出现的腹腔肿瘤复发,完全超出了意料,更没想到已经发现,腹腔里已经长满的大大小小的肿块。 再次的曾经一度有了缓解。 腹腔的肿瘤也小了很多,可是小姑娘却迅速消瘦下去,肿瘤也逐渐变得不可控,最终在某一次化疗结束后再也没有回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